屏東的小朋友也太幸福了 每到假日父母總是會想要帶小朋友出去玩 近來位在屏東市中山路里蘭州街口的屏東勝利動物溜滑梯公園 10月底真是開放啦 蒙帆爆表的動物造型 這就是屏東近來相當火紅的知名景點 結合了10座模樣吸睛的動物造型遊樂場 而且通通是免費 非常適合父母帶小朋友來這裡放店 整個園區分別為5個區塊 分別為森林探險區、海洋鯨魚區、貓狗大戰區、恐龍區 以及幼兒區等組成的動物溜滑梯公園 其中毛毛蟲是以圓圈造型的身體作為攀爬 穿越洞口是所有動物中唯二不是溜滑梯的設施之一 而屏東動物主題公園最受歡迎的泡泡龍溜滑梯 巨大的恐龍造型與萌帆的可愛表情 讓小朋友無論重複溜上幾次都不覺得累 幼兒區則是兩座小型的章魚滑梯與鱷魚滑梯 讓比較小小孩的朋友可以在比較低又遮蔭的位置盡情玩耍 主題公園內還相當貼心的在遊戲區旁設有洗手區 讓民眾不用全部擠在廁所洗手 而公園另一個亮點就是瓢蟲造型的廁所 遠遠看還以為是第10座滑梯設施 屏東縣服在家長與小朋友的安全考量下 在公園內有警衛叔叔輪流巡邏 指揮現場安全與廣播 提醒父母勿讓小孩做危險的動作 這麼貼心的服務與遊樂設施 不僅可以讓小朋友盡情的玩樂 父母也相當放心 聖利動物溜滑梯公園就位在屏東知名的文創聚落聖利新村旁 早期是日本空軍的居所 戰後隨國民政府來台之後變成軍眷的住所 目前聖利新村一共有69棟房舍 園區內設有長舍館青島97 南國青鳥書店與聖利人將軍行館 其中孫利人行館就位在南國青鳥書店二樓 是少數保留完整孫利人將軍的蠟像 與當時部隊相關照片的掌管 相當值得前往 另外 鄭村進駐商家、文創聚落、特色餐廳與咖啡館 獨立書店和英文展覽 讓鄭村不再只是歷史文化的展示場域 更是城市多元化的價值與意義